BGM OK 哈囉大家好 我是SANNY 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是如何選擇奶瓶 選擇奶瓶就要分成奶瓶的瓶氙跟它的 奶嘴筒 奶瓶的瓶氙分成三種 我們都知道的是塑膠 第二個是玻璃 第三个是抛弃式的就是一个袋子型的 那么很多人会讲说塑胶是不是很危险 玻璃是不是比较安全 实际上呢美国所有的奶瓶只要它是合格上市的 它通通都是BPA free BPA free的就是不会溶出任何毒素 所以其实是安全的 但是在妈妈的心里面总是觉得 玻璃的更好一些更安全一些 所以其实没有什么影响 只是说玻璃比较重 那你使用的时候要小心 也不太可能给小baby自己拿着这样 那另外一种抛弃式就是一个袋子的形状 然后用完就丢了 那那个在外面的时候比较适合 但在家里的话我就建议你尽量不要用 因为这个比较环保一点 OK好所以这个是奶瓶的瓶身 那接着我们讲的是奶嘴头 奶嘴头的话呢 分两种一个是rubber一个是silicon rubber应该算是橡胶 然后silicon是细胶 这两者也都是安全的 那两个的区别不是太大 宝宝都能够接受也都没有什么毒素 只是说一个可能 rubber比较有弹性一点 宝宝可能口感会比较喜欢 那silicon可能就他比较耐用 但是他可能口感就没那么好 宝宝可能会说比较嫌弃 可是有些宝宝特别喜欢 所以这个很难讲 好所以这个是奶嘴头 那奶嘴头还有一个重要就是 他的流速 就是你在选择奶瓶的时候 第一个你别选择太大 因为你选择太大的话 宝宝新生儿那么小 前几个日真的喝不了多 我顶多就是喝120然后150到180 那更何况刚出生的头一两个礼拜 才喝个15、30、60 你那么大的奶瓶对自己对妈妈来说 总是会有个压力 就是我要给多少 然后让宝宝喝那么多 反倒会overfeeding 就是过度的胃食不好 那所以第一个奶瓶其实不用买那么大 第二个就是奶嘴头不用flow那么快 他的流速不需要那么快 新生儿的阶段 他们通常都是分sml s就是流速最慢的 然后medium是中的 然后large是最快的 那妈妈就会问说 那我怎么知道什么时候要换 或是都不用换 基本上只要你宝宝他能够接受 然后喜欢 那个流速反应很好 你就不需要增加 如果你真的要换的话 大概宝宝过三个月 你可以试着换 可是有时候你一换 你会发现宝宝很难接受 咕咕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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咕 然后就可能会呛啊 或来不及吞咽啊 或是吐啊 那自己就知道说不要换 还是换回来比较好 还是用旧的比较好 那一路慢慢调整一路慢慢换上去 奶瓶的奶嘴 请你不要自己戳破它 然后想说要怎么戳破 然后使用 如果你的奶嘴头已经有 就是雾雾的 然后颜色有一点变化 或是有点破损 就定期的把它换掉 不要继续使用 这样对宝宝并不好 好 接下来就是 奶瓶来了我们怎么使用 使用的方式 通常大家一般喂奶 都是用这个姿势 宝宝比较倾斜 然后奶瓶这样斜着往下喂 然后喂着喂着喂着 就这样凹下去了 然后拿起来说奶瓶就 奶嘴就这样子 有没有 那这个其实就是你喂奶的姿势 太低了 你应该把宝宝拉正一点 这样 后面这只手托住他的脖子 保护他的脖子 越正越好 然后这个呢 尽量保持水瓶 水瓶降位 然后看着这个奶水 稍微 把那个奶嘴的口 不要让空气进去这样就可以了 那宝宝自然会张开口大力的吸云 所以这个奶瓶的口是宝宝吸回吸走的 不是我们强压的 从来都不是我们强压的 是宝宝自己吸走 他自己吸走 吸吸吸吸吸 这样就是模拟清味母味来的方式 OK 那即便你是奶瓶全部都是配方奶瓶味的话 你也不要让宝宝倒太低 总是要稍微高一点 高一点的好处呢 就是宝宝可以控制那个流速 不会喝太快 有时候大人因为不懂 就会想追求胃快一点 胃多一点 可是你不知道你 你胃这么快 其实就是让宝宝 来不及消化 就是我们讲狼吞虎咽 所以宝宝可能喝很快 等一下吐很快 然后肚子大很快 然后早上造成的不舒服 比如说脏气 长脚痛 这些都是不好的 所以即便你是喂配方奶 我们都希望追求慢一点 所以刚刚讲了 我们宁愿用刘苏曼的 刘苏曼的那个奶瓶的嘴 也不要用刘苏太快的 然后呢 有些妈妈也会问我说 那我现在市售的奶瓶 有很多不同的 features 就有一些讲说 我可以防脏气的 有一些说这是模仿 妈妈母乳 乳头的 可以让宝宝喜欢的 然后有一些呢 可能还会有其他的什么 有什么角度啊 可以怎么样啊 那那些有没有影响呢 其实影响不会太大 但是确实有差别 比如说防脏气的 我觉得的是 与其你去买一个防脏气的奶瓶 不如你用正确的喂奶方式 OK 好 那你说我选择一个比较 接近妈妈乳头的乳头的奶瓶 有一种奶瓶 现在很流行 是很接近妈妈乳头 宝宝很喜欢 可是它缺点就是 大家要觉得说 我这样喂下去之后 那个奶瓶会凹陷 就整会凹下去 然后我就得要拔出来 然后把它拉好 那是因为你喂的方法错误 你喂太深太低了 你如果轻轻的 就像我们刚刚有 坐高一点 然后这样子轻轻的喂 它不应该陷下去的 一旦陷下去 你就知道你方法错误了 这些奶瓶呢 都 就是extra feature的 有这些额外的 讲的额外的这些配备的 都可以试试看 没有什么不好 但是 不是每一个奶瓶 都是用每一个宝宝 所以如果你问我 哪一个奶瓶最好 这世界上没有最好的奶瓶 这世界上就最适合的奶瓶 多选几种奶瓶 然后一个个去尝试 你的宝宝 这一个奶瓶用的最好 之后你再多买几个 就固定用哪一个奶瓶 这就是我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 如何选择奶瓶 拜拜 by bwd6